加工的東西 好 也是有人幫大家來把關了 食安的問題現在很有可能就 裡面如果要裝潢或者吸到了油漆味 裡面有黏著劑 可能會產生致癌的疑慮 現在業者就看好了健康的商機 推出了標榜低甲醛或者沒有甲醛的家具 來重視您住家的呼吸安全 那這個好處就是 如果你真的膚色起來以後 因為木頭它畢竟硬度還是有限 對 它不像磁 年輕小夫妻甜蜜新婚剛買房 認真聆聽賣場人員說明建材 希望能夠挑選到適合又無害的生活用品 因為在一般裝潢材料當中 的甲板 木皮 櫥櫃 還有木製家具中的黏著鏡 以及表面積料 可能會暗藏著致癌物質甲醛 像我們一天幾個小時的區塊很新 其實存在著一些所謂的有力甲醛 但甲醛事實上在空氣間 0.3PBM以下對人體是不會造成任何危害的 整體如果長時間曝露在甲醛揮發的環境之下 容易引發器官和呼吸道的損害 因此現在有業者就看診健康的雙肌 撇出傳統噴漆的作業方式 強調推出的木質建材當中 沒有甲醛或是甲醛含量較低 所以從製作時就開始把關 在選材的時候也一樣選有0.3PBM以下的F1的一個分級 在板材的建造當中 F1級就是健康板 甲醛的含量平均得在0.3PBM 最大值不能超過0.4PBM 因此即使是工作人員 長時間待在工廠裡頭 安心會吸入過量的甲醛 就是希望能夠製作無獨木建材 從住宅的建材開始 除了舒適美觀也要兼顧健康 記者綜合報導 大陸知名楊麗品舞團 最近以孔雀欲在全球是享譽勝